同学们好 我是人大附中的王强老师 本节课是本单元最后一节课 我们把它安排成了一节讲座课 在学习了具体的课文之后 我们来简单的梳理 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观 以此更好地走进作家的精神世界 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 本单元学习了几篇古代写景的文章 还有现代 我们跟随作家的笔触 不仅纵览了草木、江河、山川的美景 更感悟作者的情思 在他们的心灵世界畅游 人们生活在自然之中 自然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精神世界 成为我们的心灵寄托 中国文化它讲究天人合一 从古老的经书周易开始 我们就有推天道 以名人士这样一个说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通过探究自然规律 来获得人士的启示 中国古人认为天道从来不会孤立于人士之外 在他们看来 天道或暗示人士盛衰成败的消息 或象征人间的规范与道德 或与人们内心的情思相互联系 人身在自然之中 自然也在人的心中 所以这堂课的副标题 叫做天人合一的文化境界 抓住天人合一去理解这个问题 这节课呢 我们将从四个角度来探讨这一话题 分别是山水彼得 山水审美 山水济情和山水悟道 我们先来看山水彼得 所谓山水彼得 就是拿山水来彼付德性 就是从山水中获得修身的感悟 与世界各民族相似 在人力微弱的远古 中国人对天地山川 也是充满着宗教式的一种敬畏 山川江河 作为一种未知的力量 高高在上远离人间 人们呢敬畏自然 膜拜自然 通过各种对天地山川河流的祭祀活动 来追求和天地鬼神相通 可以说 在远古中国人的心中 自然界是供奉于神坛之上的 这种思维的变化 改变始于孔子 孔子他讲过 敬鬼神而远之 还有论语说 子不与怪力乱神 对于一切鬼神之事 孔子他存而不论 转而大力弘扬人的德行 他有一句名言叫 人者要山 智者要水 要是喜爱 就是说人者喜爱山的品格 而智者喜爱水的品格 为什么呢 有句话叫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山高大稳重 水 轻盈灵动 恰恰和人者 智者的品格相似 所谓人者 温柔敦厚 善于坚守 而智者 则头脑灵活 善于变通 所以智者 人者 从品格层面 就和山水 找到了相通之处 获得修身 处事的启发 所以他们喜爱山水 也就是说 在孔子看来 自然山水的意义 不再应该是神性的 而应该是人性的 山水自然 他们的价值 就在于启发人们 关于德性的思考 助力我们修养神心 我们把这种思维 称之为山水彼得 就是拿山水来彼复德性 从此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 大自然就从神坛上走下 而步入我们的心里 山水彼得这种思维 影响深远 我们耳熟能详的 很多格言 诗句 都以山水彼性 惨名势力 比如说有一句名言叫 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碧力千任 无欲则刚 这是以海作笔 强调人要有 广阔的胸襟 以山作笔 强调人要坚守道义 刚正自处 我们在第三单元 还学了曹操的短歌行 里面有山不艳高 海不艳深 以此来表现曹操他宽广的胸怀 要招纳天下的闲事 这种山水彼得的思维 推而广之 不只是大山水 小花小草小树木 比如说梅兰竹菊 也都具有了道德的品格 所以中国人的自然观 首先是具有德性色彩的自然观 时代发展到魏晋时期 由于这个玄学 佛学的发展 文人的自然观 在逐渐的发生变化 简而言之 此刻的文人 他们眼中的自然 开始从德性的自然 向审美的自然 转变 比如说明示王献之 他说从山阴道上行 山川自相应发 使人应接不暇 画家顾凯之在评价 会计一代的山水的时候说 千言敬秀万鹤蒸留 草木朦胧其上 若云星霞位 他们对山水的关注点 完全在山水自身的美感 和游览的审美体验 不同于孔子时代以来 那种严肃的思索 山川河流的道德意义 魏晋时代的这些名士们 他们纵情山水 亲近自然 欣赏江河山川的风光 享受一种纯粹的 视听与乐 那这时候就有山水诗这个题材 应运而生了 魏晋时代的山水诗人 首推谢灵韵 我们来看一些 谢灵韵的有名的句子 他的名作《灯池上楼》中 有池塘生春草 圆柳遍明琴 历来被看作写春日风光的名句 异象清新 天然秀美 再比如其他我在这里引的句子 白云暴幽时 绿小媚清莲 这个小是竹子的意思 野矿沙暗静 天高秋月明 云日相辉映 空水共成仙 这些诗句 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 从不同的角度 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 可以说 此刻中国人的自然观 具有了审美的意味 在这个单元 我们学习了 姚奈的散文《灯泰山记》 作者继续《灯山的游宗》 撞写泰山顶日出的盛景 为我们呈现了 泰山奇违壮丽之美 在欣赏泰山之美的过程中 我们与作者一同经受了 心灵的洗礼 同时我们不要忘了 姚奈在行文中穿插着 人文地理的考据 比如说 《力道源》的记载 《泰山的石刻》等等 这使得平常自然的山水墓石 有了人文之美 大大丰富了文本的审美内涵 又比如说 我们在第三单元学苏世的念奴交赤壁怀骨 开篇写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由长江而历史 由自然而人文 使其笔下的滚滚江水 带有历史兴亡 人世变迁的沧桑色彩 可见古人的山水审美 不仅是沈自然的美 更是沈人文的美 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了几篇 有名的《记有散文》 苏世的《石中山记》里边说 水晶云彭离之口 有石中山烟 力源也就是力道源 以为夏林深潭 你看他这里边 也跟登泰山记类似 穿插着人文地理的考证 王安石游包禅山记 上来就提到 唐浮图汇包 使舍于其指 而足藏之 然后又讲到 这个华如华石之华者 盖音谬也 都是一种人文性的考证 还有路由的 过大孤山小孤山 提到西人有诗 周中孤客莫慢狂 小孤前年驾鹏浪之句 提到景观相关的诗句 其实都是我刚才说的 古代人他不仅要 审自然的美 更是审人文的美 接下来我们来讲 山水晶情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 见人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山水晶情 是古人常见的行文手法 也是古人的生活状态 在古代文人的眼中 一草一木 一花一石 皆可成为内心情感的寄托 于是他们眼中的自然世界 也就成了内心情感世界的投射 在《文心雕龙》中 有一句名言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叫登山则晴满于山 观海则溢溢于海 情绪饱满的诗人文人 无论登山还是观海 总能激发其荡漾的心血 将眼前的山水 化为内心的画卷 我们在第三单元 学习了杜甫的登高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这首诗被誉为 古今七律第一 那个时候 老麦的诗人背井离乡 体弱多病 个人的人生呢 了无生计 国家又处于动荡 惨破的局面 眼前一幅 无边落幕 萧萧下 不进长江 滚滚来 漆冷 萧条的风光 这无异于是他心中苦闷 悲愤的写照 所以顿时百感交集 更绝七苦惨淡 由此写到他自身 万里悲秋 常做客 百年多病 独登台的凄凉身世 正所谓 勿以情前 词以情法 王国为说 诗词中 一切景语皆情语 写景的背后 都有诗人的情感因素在 那是因为在诗人的眼中 景的世界 就是情的世界 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打动我们的 不仅是他的书法 也不仅是 茂林修竹 清流集团 这样的美景 更是他对死生 一大矣的人生感慨 所谓 后知蓝者 一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感的 正是他的人生感慨 我们初中应该是 学习过柳宗元的 《小石谈记》 这篇文章 虽然不曾 明言其游览的心绪 却在寂寥无人 七神寒骨 巧创幽碎的 清冷意境中 透露出 被贬远地的 孤寂心境 说到山水寄情 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位诗人 是陶渊明 我们在第三单元 学习过陶渊明的 《归原田居》 陶渊明 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位田园诗人 被称为 古今隐异诗人之宗 陶渊明起初做官 受不了官场的 束缚与压抑 决心不为 无斗蜜而遮腰 于是毅然辞官 反归田园 从此 在山水田园之中 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摆脱了 心为行义的困局 他把对官场的厌恶 对自由的喜爱 还有对本心的追求 全部都寄托在了 自然田园之中 所以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 清心宁静 正是他淡泊闲适的 人生状态的写照 我们读 爱爱远人村 意义虚理 苟肺身相中 鸡鸣桑树殿 这样的句子 我们应该不止于看到 人家吹烟 狗肺鸡鸣 这些客观的物像 更应该体会到 诗人心中此刻的那种舒适 闲适 宁静 还有温暖 我们初中还学过 陶渊明的饮酒 里面有 采菊东篱下 悠然建南山 山气日西架 飞鸟相与欢 我们看 它早已融入自然之中 恰如一只自在的飞鸟 在日暮时分 悠然的归潮 最后呢 我们由感性 上升到理性 来讲山水悟道 感性的诗人呢 在大自然中 寻找情感的寄托 而理性的诗人 则在自然中 领悟智慧与哲理 古老的周易说 圣人关乎天文 以察时辩 就是说 智者 哲人 不仅在山水自然中 感受山水之美 更能于其中领悟 人生和宇宙的哲理 洞察人世的变化 比如说 老子《道德经》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故急于道 正是从水的柔弱处下 领悟出一种 不争的处世哲学 至于那句有名的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则是老子他对自然世界 深层次体悟的结论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研究 讨论 唐代的山水师派 兴盛一时 其中代表人物是王维 他就有很多闪烁着 哲理光芒的小事 比如他的那一连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启石 什么意思呀 游山玩水 行到尽头 却丝毫没有遗憾 反而怎么样呢 席地而坐 仰观云卷云树 美景是看不完的 山路呢 也是走不穷的 人生更是没有绝境的 关键是我们能否有一个豁达的心态 他的很多诗句 其中的境界 寂静而空灵 似空非空 似有非有 与其说呢 他写的是实在的景象 不如说是一种参禅的体验 人仙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荆山鸟 石鸣春剑中 王维的诗呢 被誉为 诗中有画 其实呢 这里边不仅有画 还有禅 还有礼趣 在里边 我们在本单元 学习了苏式的赤壁妇 与登泰山记不同的是 赤壁妇虽然也是记游 但是其重点呢 却不在于写景 而在于畅谈 他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 事实上呢 苏式所游的赤壁 并非三国古战场的赤壁 但是对于苏式而言呢 赤壁其地的真真假假 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内心的体验和思考 所谓赤壁二字 不过是苏式啊 他借题发挥罢了 我们看 在赤壁妇中 作者由自然的营虚消长 谈到人生的有进和无进 极其富有哲学性 苏式呢 是一位思维非常活跃的诗人 他的哲理诗啊 最有名的 我们可能都知道的 是这首提西林地 横看成岭 侧城峰 远近高地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样典型的哲理诗 和李白那首 观庐山瀑布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试银河落九天 他和这种 唐代诗人的这种 审美式的感悟不同 苏式在庐山呢 他获得的是一种 哲理的启发 所以苏式后来 别开生面 推动宋代诗歌 走向李去的世界 我们学过的 类似这种 带有哲理色彩的 宋代诗歌 比如王恩石的 灯飞来风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愿身在最高层 还有路由的游山西村 山崇水赴一乌路 柳暗化明又一村 他们笔下的自然世界 俨然也是一个哲理的世界 正如王恩石在散文 《游包蝉山记》中所说 古人之关于天地 山川 草木 鱼虫 鸟兽 往往有得 以其求私之身 而无不在也 在灯临 揽圣的过程中 古人以其细腻的心思 灵动的思维 领悟着天地 与人生之道 所以他们怎么说呢 叫往往有得 游山玩水 总有智慧的收获 这篇文章以后我们也会学到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中国人的自然世界 尤其是中国文人 他眼中的自然 从来不只有自然因素 更有丰富的人文因素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这个人文因素 恰是山水文明的仙和龙 名人的灯临 诗人的勇叹 学者的考据 大大增加了自然山水的魅力 与内涵 所以呢 中国文人眼中的这个天地山川 是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 相交融的世界 是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审美世界 此外呢 中国人的自然观 还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亲近自然 领悟自然 最终效法自然 获得智慧 自然观 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观自然 而是由观自然 而观自我 把自我呀 放在天地之中 去效法天地的大德 发现天地的大美 抒发内心的深情 领悟宇宙的大道 从而呢 在与天地往来的过程中 实现自我精神的进化和升华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这里 领悟山水之美 还需要我们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增长见闻 勤学善思 谢谢大家 我们再会